体检是发现疾病最快的方法。 近年来,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,女性患病率越来越高,尤其是妇科病。 所以建议女性朋友们,一定要定期做体检,这样才能了解自己身体情况,即使有问题,也能从容应对女性体检项目。 一、对宫颈部位的检查宫颈部位,是女性生殖健康的重要,而年龄的增长对此处的影响尤为巨大。 所以我们在进行体检的过程中,一定要着重该位置的检查。 二、体检时,女性应该做B超检查女性体检,时务必要做B超,以防卵巢肿瘤,子宫肌瘤的疾病发生。 女性体检B超,事务必须要检查的。 三、女性体检,要注意对乳腺的检查。 对于女性来说,乳腺癌是经常患有的疾病,还有甚至在发现乳腺难受的时候,一体检,已经到了乳腺癌晚期。 这就是因为没有及时进行体检所造成的后果。 所以,女性在平时的生活中,一定要注意对乳腺的体检,以免发生任何病变。 做好前期的工作至关重要。 四、女性体检时,要注意对白带常规的检查月经和白带。 对于女性怕断身体是很有帮助的,所以在体检时一定要做白带的常规检查,以免受到各种细菌的感染,引发其他女性疾病。 女性体检前应该注意的事情。 一、体检,一定不要选在月经期间月经来潮时,最好不要接受任何的检查以及其他行为,因为这样会使得女性的私处会受到一定的感染。 体检也一样,如果因为体检导致感染呢,可就得不偿失了。 二、体检时一定不要化各种彩妆等化妆,对于女性来说本是有危害的。 平时能不化妆就尽量不要去化妆,劣质化妆品中可能含有重金属等物质,不利于健康,对皮肤非常的不好,体检时也一定不要化妆。 三、体检前一定不要喝酒熬夜等喝酒熬夜都会对体检结果有影响,而且喝酒熬夜本身就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。 如果可以的话,在前一天的二十点以后就不要吃任何东西或者喝任何东西,这样才能够使体检的结果最精准。 四、体检时一定不要紧张神经紧崩,体检时紧张神经紧崩,会影响体检结果的正确性,所以一定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,相信即使查出疾病也没关系,即使治疗会康复的。